我禁决的那天我就宣布是 在危机面前 我竭尽所能去挽救贪人生命了 我去救人物 帮助每一个需要救的人 可是你自己得首先保证你的安全 收到 一直都有人问我一个问题 你用自己的生命 去保护别人的生命 这么做值不值得 我挡在客户和危险之间 是我的职责所在 小心 也是我至高无上的人 不爱我的职业 我会继续努力 不如使命 侯军 你好 我是五十一 GT周全做你的安全随位 你 你 你 上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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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这么烦人呢 这跟你有关系吗 以后你想让我出去都不可能 你以为你是谁啊 你不就是一个人肉锻牌吗 你不就是一个看门狗吗 我就是侮辱的职业 我就侮辱你职业 晨晨 干吗 你根本没有错 他们为什么要投诉我呀 怎么就这么难呢 不准打他知道吗 不可以 懂不懂 你们都不行 我侯决的人 不能欺负我人知道吗 我绝对不会让你跟他在一起的 是不可能的 他表面看上去红不灵 其实内心非常善良 所以每次救援 他都一副不要命的样子 就这样的一个人 你怎么能不欣赏他呢 看着他任性犯错 怕小脾气 看着他从浮躁中一点点稳定下来 变得成熟 有时候有点恍惚 觉得就这样一直下去也挺好 人这一生中呢 大概会遇到两千九百二十多万人 所以两个人相遇的几率 大概是百分之零点零零零四九 我今天遇到了你 我大概拥有三生三世的运气 你的赔给我